大家好,我叫Halloween S17最新劇本《天師舉意》將於8月3日正式登場 劇本背景設定在光和七年初 東漢朝廷腐敗,導致民不聊生 張國利用宗教形式創立了太平道組織 凝聚被欺壓的民眾 發起了中國歷史上大規模的民變 歷史稱之為黃金之亂 玩家在這個劇本中 會被強制分配在由王府松為首的漢室勢力 或是由張國為首的黃金勢力進行對戰 到底黃金可否改變歷史成功推翻漢室 或是東漢朝廷 到底可否再次擊潰黃金 都是取自於各位玩家的策略和努力 《天師舉意》的地圖分為左右勢力 左邊梁州、益州、膠州為漢室勢力 右邊的記州、徐州、揚州為黃金勢力 資源州共有四個 分別為燕州、漁州、雍州和京州 而霸業州就是C州 霸業條件變回霸業值最多的盟 可以獨佔200個霸業名額 我個人是喜歡雲起龍雙劇本的霸業分配模式 根據佔領特定的城池去瓜分霸業的名額 在這個模式下 可以有助推動玩家的作戰異獄 揭盡全力去拿滿200個霸業名額 令盟成員可以獲得最大的利益 如果是處於劣勢方的同盟 亦會盡全力去守護僅餘的霸業名額 同時有助推高賽區的熱度 天絲舉二的劇本亦有民心系統 在這方面相信大家已經相當熟悉了 劇本還新增了冰哥連城和守軍營地的玩法 冰哥連城其實是類似龍珍虎鬥的副本攻城模式 同盟或者友盟佔領連通城池後才亮起虛線 顯示可以佔領城池的位置 例如我要攻向燕州 需要佔領祖麗東城才可以攻佔潮拿 佔領潮拿後才開通打地鋪路前往黎陽 然後可以鋪向碼頭的黃色虛線 攻向敵人的遠周邊境 而且出生周範圍內 全部周困都預設連通 指揮官可以自由發動攻城 冰哥連城的設定 令攻城顯得更具策略性 亦可預判敵人下一步進攻方向 不像以前那樣想要攻邊坐城池就攻邊坐城池 現在攻城需要時間去連線 需要指揮官事前規劃好攻城的次序 慢慢連向霸業周 並且部署好防衛的路線 難聽說其實又是增加了指揮官的負擔 不過也有好處 就是方便管理規劃同盟食地的位置 可以用城池劃分領地 因為沒有打雙輪城池 下一座城池的周邊地是打不到的 任意同盟攻佔資源周七級關口之後 所有類似的關口在十小時後 會解除禁止通行的狀態 這一點跟上一個劇本相同 我相信大團體都會選擇在0800去攻七級資源周關口 不用像以前那樣鬥過你死我 會說要四點五點起床去攻城 進入資源周五日之後 C周的九級關口都會在0800解除免戰狀態 正式進入霸業的爭霸戰 守軍營地類似以前劇本中的NPC西良軍 但天師舉義的劇本分為漢室和黃巾的NPC 屬於漢室的NPC守軍 駐紮在雍州和荊州 不會攻擊漢室勢力的玩家 屬於黃巾的NPC守軍 在燕州和漁州 不會攻擊黃巾勢力的玩家 在這個劇本中 資源周與資源周之間沒有設立關口 NPC守軍就是駐紮在资源周之間的碼頭邊界的後方 形成了一道防線 雖然兩個碼頭後方都有自己有的NPC守軍 但想要守好资源周的邊界 仍然需要遷兩個門神過去 剛好NPC守軍覆蓋的範圍就是門神卡城的最佳位置 所以簡單來說 關口變成了這堆會移動的NPC守軍 當範圍內有軍勢力的主城被攻擊時 或者敵人進入NPC守軍的境界位置 NPC守軍的部隊會進攻敵人或協防駐守門神 營地等級為4 有20隊隊士 預備兵共有132萬 相比起7級關口的48隊4萬5兵的主城部隊 我都會覺得關口的防衛性會更加好 不比較兵力的強度之下 那十多萬的內久度 其實都足夠拖延時間去守多幾波的攻勢 而且關口還可以調動 守起上來更加輕鬆 NPC守軍要主城被攻時才會動 守起上來就太慢了 並且關口一小時後就會重新守軍 NPC守軍雖然都可以恢復守軍 大概是有限制性地恢復 如果在公無不刻霸業未達成前 營地是沒有被拆除的話 每日凌晨5點部隊就會自動恢復守軍 但在公無不刻霸業達成後 營地的兵力就不會再恢復 增加了劣勢方防守的難度 同盟計策中多了四款這個劇本特有的計策 黃金勢力為飛沙亂陣 黃天庇佑 漢塞勢力為成勝逐筆 淚昏受賞 其實就是以前S13英雄集結叫名將出來幫拖打架的玩法 召喚張寶出陣可以使周圍三格範圍內 敵人主城的九宮八卦陣降低兩級 同時我軍部隊的重傷時間減半 持續一小時 飛沙亂石屬於進攻型的計策 適合用來擊穿敵人的門神陣 配合今季主城只佔用一格地塊 可以令大家更貼近戰場 主隊補滿兵之後又可以更快攻多一波 兜兜的官員可以移動名將和命令名將進行攻城 45萬兵力的名將可以幫助清十多隊敵人的主力 這隊敵人的兵力只有萬多 就可以低損地將其擊敗 控持隊打這些名將的效果不太好 拖回合打持久戰的隊伍就會比較理想 例如屬飛騎、麒麟弓、兜兜弓或各類的水煙三勢槍之類 偽然打名將都不錯 諸葛亮的神機妙算都打了4000多 詛咒弓的強控打法亦都可以打2萬多 五謀弓、五謀騎都不錯 有防禦、有控制、有輸出 這隊遼基騎都打了2萬多 我沒記錯打這些名將都可以獲得相對應的戰功 召喚張國出陣 同盟部隊在周邊三格內交戰 每擊敗10萬名敵軍 張國就會釋放一道天雷 每道天雷會對張國周邊範圍內 隨機地化的五支敵軍部隊施加雷擊效果 同受到雷擊敵軍的部隊交戰時 敵軍全體武將受到的傷害會提高2% 我軍戰功獲得的量可以增加10% 張國生存期間 他周邊三格範圍內的我軍全體武將屬性會提高5% 這段的說明字非常多 簡單來說 張國有三種效果 雷擊效果適合用來打平地戰 但存在隨機性 不一定是打中有敵人存在的那一格 幸好要殺10萬名敵軍的兵力都不難 假設敵人每一隊都有3萬兵 可能打3-5隊就可以觸發一道的天雷 最好將張國移到周邊三格都有敵人的位置 不然就怕天雷打不中有敵人那一格 然後我方的隊伍就站在張國的前面保護他 免得張國不到一小時就掛了 看看哪一格多喪盡天雷的人被雷劈中 就撞過去 因為被雷劈中的那一格 有5支敵人的部隊受到的傷害會提高2% 而我軍獲得的戰功量會增加10% 所以是打戰功的好時機 不知道如果那一格內有25隊 天雷就打中那一格5次 會不會令到敵人的25隊都中雷劈效果 這一點要等到正規復開了才可以拿到相關數據 第三種效果可以令到張國在什麼時候召喚出來都有幫助 可以為周邊三格範圍內的我軍全體武將屬性提升5% 推圖、攻城都十分有用 召喚朱進出陣和張寶一樣可以降低敵人主城兩格的九宮八卦陣 朱進生存期間我軍部隊調動的速度提高30% 只限調動速度好似幫助就不大了 如果調動和行軍速度都可以加30% 可以快速再攻多一波98 召喚王虎松出陣 我軍部隊每殺1萬名敵軍會累計一層功名 當王虎松消失的時候 根據玩家的功名層數派發銅錢和糧食 王虎松生存期間 四格範圍內的我軍部隊造成的傷害提高4% 玩家每累積三層功名可以額外提高2% 最高可達10% 殺敵軍兵力觸發效果這一點 和張國是一樣的 張國是集體擊殺去觸發效果 王虎松是個人擊殺觸發效果 所以張國是更容易去觸發效果 但我覺得王虎松派錢和派糧的效果 更加直接和實用 雖然張國可以增加戰功量 戰功也可以換資源 但不可以保證 商店一定可以刷新到糧食的資源包 如果剛好是星期日 商店又沒有資源換 那戰功量就浪費了 王虎松最多可以提高10%造成的傷害 對比起張國的屬性提高 我覺得可以為全隊提高的屬性效應更高 所以這一點張國是略勝一籌 但我不明白 為何王虎松的持續時間有2小時這麼多 那是否看靈帝送了一顆偉哥給王虎松吃 所以持久力可以變得這麼厲害 接著介紹這個劇本重要的特色玩法 仁 義 忠 信 勇 這5種模式會隨劇本的進展逐漸開啟 漢室勢力和黃金勢力的效果各有相同之處 亦有部分不同之處 首先 敗仗 漢室和黃金勢力的敗仗效果都是相同 如果攜帶的武將cost低於5 該武將cost加1 戰鬥時武將屬性提升5% 如果攜帶的武將cost高於6 該武將cost減1 戰鬥時武將屬性減5% 我覺得課長就不會為了要玩21cost的陣容 而放棄5%的屬性 根據以往的戰報 21cost的陣容並不是非常強勢 如果你有玩法政 滿寵 程譜 雕蟬 張春華 黃元基 樂盡 夏喉淵 郭家 助詞 黃月英 董伯 諸葛確 這個敗仗人對你有所幫助 前期如果你有用曹操 玩冤特騎或魏法騎 司馬爾如果你有用泰衛盾或泰衛騎 諸葛梁你有玩熟槍或麒麟弓 綠順你有玩綠火槍或刀刀弓 SP元巢你有玩群盾群弓 呂布你有玩三勢女或溫喉弓 可以更快地組隊上場 漢色的龍狠可以開啟建造農莊 農莊提供1000全資源及100銅錢的加成 附近一格內的自己和盟友地塊 資源產量提升300 不過這種效果不會對銅礦的領地生效 同一塊地最多受到兩個農莊的影響 以地圖六角形的設計 最多只有兩塊地同時受到自己的農莊加成 不過前提要找到這麼多高級地集中的風水寶地 實屬不容易 你找破墓那班人去找都未必找到 所以我覺得天師舉意將會是一個激烈的搶地劇本 軍糧可以使自身佔領的糧食領地產量提升7% 農莊加資源 軍糧加糧食 這一點都符合歷史 看失勢力擁有大量的土地 資源產量在先天上具有優勢 黃金可以使用開狠指令 不過只是對自己和盟友的5級以上的資源地有效 開狠5次後土地會變成以開狠狀態 資源產量獲得提升 5級地加100 6到7級地加200 8級地加300 9級加400 10級加500 銅礦一律加100 最多可以同時開狠10塊的資源地和3塊銅礦 建議逐漸提高開狠地塊的等級 隊伍如果夠強的話 一開始就可以直接開狠8級地 隊伍比較弱的 先打著6級地 因為6和7級地的資源提升一樣都是200 就不需要一定要浪費兵力去強行打7地 如果地比課長吃光的話 只可以打滿5級地的開狠 黃金勢力使用掃蕩 開狠和土法的指令獲得的經驗可以多8% 與漢室相比 黃金就可以打一個等級差 看來黃金勢力有張國的太平道化加持之下 來勢果然是空空 軍陣是最受關注的部分 漢室和黃金的指令同樣包含4項 叫陣 古墓 挑釁 陷陣 這些指令在以前的劇本都有出現過 都是大家耳熟能長的指令 叫陣 挑釁主要都是小號用來做輔助用 古墓在上季的雲起龍箱使用非常頻密 主號和小號都可以用 陷陣好像是今季才有 需要戰勝才能獲得激勵效果 適合主號使用 最佳用法是先上最強的主力或是碰瓷隊 戰勝後就可以令到周邊兩格範圍內的自己和同袍部隊獲得加成 最多可以加5%武力和指力 如果選錯了都不需要擔心 48小時冷卻時間過了之後 又可以再重新4-1 漢式的兩項軍策為 靖康漢室和氣勇激陽 靖康漢室可以令到袁紹 朱進和黃虎松的全兵種色性變為S 令你可以上組什麼隊都可以 盡情發揮你的小宇宙 先鋒服最多人組的就是 SP元兆加SP朱進加咀獸的限定咀咒盾 或者是SP元兆加SP朱進加SP王虎松的限定陣容 如果我是被分配在漢室勢力的話 都會想嘗試玩下這個限定咀咒盾 這幾年玩咀咒功都玩到艷了 可以換口味都是不錯的 根據上陣的漢室武將 副將造成控制的時候 有30%機率使私家的對象 受到的傷害可以提高 持續一回合 傷害提高分別為3%、4%和5% 有助增加SP朱進的叛徒效果傷害 要副將造成控制才可以觸發這個效果 以漢室限定的陣容來看 只是有SP朱進可以觸發到 因為SP王虎松和咀獸的戰法位置 都用來攜帶一些輔助戰法 氣勇激揚只是對激活了列轉的隊伍生效 第二回合開始的時候 全隊根據自身功能性增益數量 獲得武力和智力加成 最多5%持續3個回合 目前戰場上最為常見的列轉 包括江東虎神、五謀神、亂世妖星、黃金之聯、桃園結義、五虎上將、西屬之治、卓友赴風等等 論功能性增益每個列轉都有一些 要組什麼隊呢 視乎你自己帳戶的紅度和戰法去選擇 要留意的是 軍策選擇之後就不可以更改 黃金的兩項軍策 為天公渡妙和乘性追擊 天公渡妙可以令到張國、張寶、張良、全兵總色性變為S 根據上陣的黃金武將數量 有機率將主將受到的負面狀態轉移給副將 成功轉移的時候 主將獲得武力、智力的增加 持續一回合 黃金陣容的強度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 天公渡妙的確可以加強黃金兄弟的能力 玩騎、玩弓、玩槍都沒問題 將主將的負面狀態轉移給副將 是可以令到張國發揮得更加穩定 但是張寶、張良都是主動戰法 如果轉移的是繼窮的話 對黃金陣容也有一定的打擊性 所以我覺得在天師舉意的黃金陣容 依舊都是表現平平 乘性追擊也只是對機會列轉效果的隊伍生效 我方全體成功施加突擊或主動戰法的時候 有30%機率對隨機目標造成一次額外的傷害 受武力或智力最高的一項決定傷害的類型 每回合只可以觸發一次 如果我在黃金勢力的話我會選用這個軍刷 每回合都可以觸發一次的話 其實都足夠用來補傷害 戰法塔本也是劇本的重要玩法之一 在漢室中你可以選擇多一招 草船借戰、刮骨療毒、風刺陣和視別三日 黃金就可以選擇多一招 草船借戰、刮骨療毒、暫備奇風和太平導法 同樣都是四選一 選擇之後就不可以更改 所以大家要謹慎選擇 要選擇去選哪一招 真的視乎你有什麼武將和戰法去配搭 每個人抽的武將和擁有的戰法都不同 滿紅課章除外 如果你有較紅的麒麟弓和先人盾 你可以選擇要太平導法 如果你有較紅的太衛盾或者屬飛騎 你可以選擇要風刺陣 如果你不知自己想要什麼 可以選擇刮骨療毒和草船借戰 換這兩招就一定沒死 漢色的作戰有軍事和官吏可以選擇 軍事在部隊佔平或戰勝之後 可以將部分敵方的兵力照航為主城的預備兵 每日上限是一萬 照航的預備兵有助主力快速地步兵 再次投入戰場作戰 商店中還有機會可以刷新出預備兵 感覺漢色有點像在玩土匪的感覺 兵都可以在商店購買 漢色勢力每日比黃金勢力總攻多一次應該沒問題 加上今季可以在兩個撫賓營 當作小基地地用 精兵不會消耗銅錢 而且精兵的速度還可以加10% 將第二隊和第三隊扔進去的話 可以加快上戰場去換戰弓 疾戰可以將主城切換成戰時形態 主城的佔地只需要一格 等同於一個形象的大小 即是主城變成形象的用 在戰時形態之下 千城冷卻的時間變為48小時 消耗變為300禁柱 但九宮八卦陣失效 而且不會有木牛流馬 星期五六沒有銅錢怪 不過戰勝戰平可以獲得銅錢 每日的上限是5萬 如果是課長的話 基本都是會玩戰士形態 課長是主要的作戰單位 不應該是去做門神每日禁閉城 不去做最前排的話 有沒有九八其實都沒什麼關係 每日可以拿到5萬銅錢的話 有機會是比星期五六日 打銅錢怪更加多 因為不是每隻銅錢怪都是5萬銅 如果是想切換11格主城 需要等72小時的冷卻時間 漢色的官吏 在使用鼓舞、叫陣和挑釁取得戰功的時候 可以獲得戰功量乘4的銅錢 又是一項增加銅錢的功能 在敵方地塊、建築物上發生戰鬥的時候 戰鬥後恢復50%傷兵 而且攻佔時間降為4分鐘 還可以召喚義軍幫忙打仗 每日限用一次 召喚時需要等5分鐘 義軍生效時間為15分鐘 義軍出現的兵種是視乎你使用什麼兵種去進行召喚 例如你用騎去召喚 就會獲得騎兵的義軍兵種 所以最好用斯巴達去召喚義軍 就可以隨時回城跟換兵種 義軍交戰後同樣都可以獲得戰功 但戰力一定沒有自己組的隊伍那麼強 所以我建議義軍當作尾刀用 盡量打敵人的克制 以免送戰功給敵人 簡單來說 漢室勢力如果是課長的話都會選用軍事 平民小號就選官尼 黃金的作戰有黃金軍和太平度可以選擇 黃金軍的序義可以令到精兵速度加6% 預備兵上限加3000 序義的效果令到黃金的兵量貼近了漢室少少 戰勝戰平後也可以獲得資源補給 每天上限60萬 這一點也是追貼了漢室的資源產量 直接給資源感覺更爽 但前提是要打贏和戰平 疾戰這一點就不需要重覆解釋 黃金的太平度可以令到 主城和分城的內九度上限提升20% 一看就知道是被小號門神用的 攻城所需要的時間降低為4分鐘 拆除建築可以獲得資源類似土飛的模式 這一點有助於進行俘虜敵人 前排的小號門神必須用 拆除建築物所獲得的資源也有助到時自解俘虜用 黃金的扶兵效果跟漢室的義軍一樣 我也不再重覆解說 跟漢室的兩個選項一樣 黃金軍就是給課長選擇 太平度就是給平民小號選擇 漢室和黃金的納製效果都是相同 只是對八、九、十級的野怪使用 消耗兩本賊書 成功消滅野怪之後可以獲得雙倍的獎勵 包括資源、斷造材料和圖子 如果你是打一隻的十級野怪 可以拿到兩張的詩召刀圖子 這個就真的相當之誇張相當之驚喜 不過如果是用了精土指令 但又打不死那隻野怪 接著我派第二隊去打 是不是都可以獲得雙倍的獎勵 這點都需要再準一步去確認 如果不行的話 真的要確保打死那隻野怪 才好用這個精土指令 同時要打十級的巨擊士才是最划算 同袍系統也是天師舉意劇本的一個重要玩法 主城升到7級之後 可以自創或者加入同盟成員開的同袍小隊 最多為5人 隊長可以進行改名邀請同盟成員加入小隊 也可以在同盟頻道發送邀請的信息 同袍成員也有專屬的聊天頻道 不過我覺得如果要找人的話 最好就加個LINE或者其他通訊軟件比較好 隊長有權批准新成員加入移除或者解散同袍小隊 如果隊長48小時沒有上線退盟或者被俘虜 最高戰功的那位成員將會接替隊長的職務 同袍小隊如果有其他成員在的時候 隊長就不能退出小隊 俘虜狀態下是沒辦法創建同袍小隊 但也可以保留同袍系統 只是沒辦法獲得同袍系統當中的一些收益 同袍成員值會隨時間自然增長 回地獲得戰功也可以提升成員值 共狠功能允許你團填其他同袍成員的資源地 強化後可以額外獲得10%對應資源的產量 即是說如果你團10級糧的話 大概就可以多4萬左右的糧食 建議前期集結五隊的力量去攻佔10級地 以最大化策書的效益 天師舉意可以說是送最多資源的劇本 應該可以令大家打個痛快 狼煙指令可以在主城使用 令同袍成員的部隊行軍 或者是駐守自身主城的速度加50% 士氣消耗的降低減20% 狼煙持續1小時 冷卻時間為24小時 如果其中一個同袍成員是門神的話 狼煙就可以幫助成員加速地前往吃900 戰時形態也可以使用狼煙 強化版的狼煙 士氣消耗降低效果可以提升到40% 並且解鎖分成也可以使用狼煙 如果有匪去攻你的城的話 狼煙的指令其實也不錯 當我軍部隊在其他同袍成員的領地上駐守戰鬥的時候 每位武將獲得200香勇 且戰鬥之後恢復10%傷兵 強化版的支援香勇兵力提升至400 這個主要是用於打平地戰 同時有助於提高大家的翻地數量 不過我預計戰場將會是一堆又一堆的人分散地駐守 因為在同袍領地上打交會有加成的效果 個個都想食盡這個增益 同袍形象是我非常喜歡的一個功能之一 每一個同袍形象佔地是兩格的 視野為三格 同袍成員最多可以調動一支部隊進去 而且是無需升級就可以調動到五支部隊 在強化模式之下 每個同袍成員最多可以建立兩個同袍形象 即是意味著會有10個同袍形象給大家使用 同袍成員是獨享一個精兵的隊列 但精兵同樣需要消耗銅磁 如果同袍形象的擁有者退出同袍 退盟或者被俘虜 其他同袍成員在形象中的隊伍將會被取消精兵 和撤回主城 所以在做瞞城的同袍成員 見同袍形象的時候 就不要將形象見在一個重要的戰線之上 以免被俘虜之後 導致同袍形象無法使用 軍五是一個有助解決活躍度過低的功能 可以令隊長在主城發起集結的指令 並將集結的隊伍編制成同袍隊伍 每個同袍成員每日最多可以集結兩次 而強化版的軍五集結上限提升至四次 足夠應付一日的總攻和防守 同袍軍五就好像是一個小型的太守 即是一人控五隊 不在線的成員可以將隊伍扔給隊長去控制 如果隊長都沒有時間上線的話 就可以事先將隊伍的位置交由其他得閒的成員 當然如果大家都可以在線就更好 因為軍五最多只可以控五隊 後期當大家都練好四五支部隊的時候 那些戰力不動都非常影響推戰線和防守 至於SP王虎松和新事件戰法眾望所歸 留待天絲舉宜的劇本開始之後 拿些正規復的數據再和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對天絲舉宜的劇本有不同的見解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們一起討論一下 如果你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like shar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再按讚 支持rich薦b confort 請訂閱 按讚 支持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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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eur